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这一次的操作跟去年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在第二弹开始之前 再来一张极限jack觉醒 不过也就这么一张 没有一般实抽卡的极限 还是没有 不过这一张极大部可以获得极限jack觉醒 已经是非常满足了 它的火力就是它原本的优势点 那么这个优势点有被放大 然后它的防御能力方面 原本就是偏弱 这一次来讲 怎么说呢 好像有旧跟没旧差不多 但就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些的提升 那么这边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一张极大部的极限jack觉醒 是长得怎么的样子 三维数值是没有变化啦 对掌机复活的战士 气力加势 血攻防150%提升 极技 气力加势 血攻防100%提升 必杀效果一回合攻击上升 极大伤害大幅降低防疫 然后超必杀是攻击大幅上升 这个攻击是可以无限叠加的啦 然后一回合防疫大幅上升 极大伤害 然后超大幅降低防疫 那这边虽然说是可以跌攻 但是我们没办法去无限一直跌下去 因为它的变身条件 是战斗开始四回合后马上变身 也就是说最多最多啦 第一回合就出场 那么有两次的机会可以跌 那么如果是在第二回合才出场 那么就只能跌到一次 那这个来讲的话就是 五九号 没好黑马号 这么个样子啦 能跌得多就跌 你丢到的话也没有关系 然后被动方面的话也是很简单啦 自身气力加3 攻防200%提升 必杀发动时攻防120%提升 超必杀发动时攻防120%提升 那么后面两个240% 是可以跟200%相成的啦 然后再来就是 新追加了一个特攻 最讨厌的东西 然后这个特攻又非常麻烦去出发 因为现在的关卡 又不早这么回到去不能降攻防了嘛 近期来讲 所以有降攻防 敌方是处在降攻防状态的话 可以再增加50%的攻击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就没有啦 老实说这边50%的攻击啦 这个在变身前是影响不大啦 有就有没有就算 而且攻击太大打太快 好像也不是件好事情 那么再来就是敌人一体时 气力加3 必定追加攻击 高确力必杀发动 以前是中确力啦 现在拉到高确力 就稍微的提升一点点 那么当敌人是2体以上时 气力加5 必定必杀最佳发动 这个就还蛮alright的 就跟之前是一样的 气力增加比较多 然后这边这样算到来 假设敌人一体的话 我们初登场12气 再加上 假设跟新的布罗利做连接 可以14气 要开到超必杀 只要多一个4气就可以 所以基础能力还是可以达成的啦 这方面来讲 那么再来的话 就是变身成全超的状态 四回合过后 变身全超状态 然后必杀效果是一回合攻防上升 极大伤害 大幅降低防疫 超必杀效果是一回合攻防 大幅上升 超极大伤害 然后超大幅降低防疫 然后变身之后 就不再能可以聚细的叠 那个攻击啦 可是这边来讲 我必杀我还是比较希望 它是可以维持攻防大幅上升 要不然这一张的防疫力 实际来讲 会没有这么高啦 被动面上 自身气力加4攻防 220%提升 就稍微推掉一点点 真的是一点点 然后必杀发动时 攻防120%提升 必定追加攻击 高确立必杀发动 这边就可以多联系 一发必杀的可能性 然后超必杀发动时 攻击加166% 以及全属性防疫 全属性Guard 这个东西 就是需要开到超必杀之后 才会触发 所以只要是有全体先攻的关卡 这一张布罗利 就会很刺力啦 没有其他方面的保护的话 基本会 拜拜 很容易就拜拜 因为初始才220嘛 那么它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依靠行动过后 才会提升上去的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除了全属性Guard 还有2回合内 极细前沿 可以获得一个 彗星6%再提升 老实说 这个真的是 不错了 这个6%是要来干嘛的 实在是 嗯 很低 如果是可以增加一点攻防 那倒还好 可是这个就只增加彗星 对他自己有一点点的用处 对他自己来讲的话 嗯 然后又是特攻 攻击的对象处在降低攻 或防的状态 攻击加100% 这边的100%影响就非常大了 因为这边是286%来做相成 厉害 那么 敌几时 气力加4 必定追加攻击 超高确立 必杀发动 敌两体以上 气力加6 必定必杀 最佳发动 这么个样子 那么这边的话 就是气力加4 加4 就有8气 再加6气 12气 等一下等一下 8加6 14气 再加一个 那个连接的2气 就有16气启动 那么要开到超必杀 要开到满气 其实不是很难 火力上面的话 绝对是alright的 那么主动剂 就是变身后 即可发动 很简单 一回合气力加24 攻击加48% 那 这个就是它的整体被动 老实说就是 多了那一个特工啦 有特工跟没有特工 火力上面会有一些的 那个差异所在啦 不过讲真 这边还不影响 至少啦 它的这个不影响 它的防疫力的表现 当然 它的防疫力的表现 也没有到很理想 最大加成的话 变身前没有特工的情况下 攻击920% 再加五千跌攻 防疫行动后 1430% 看着是很多啦 但数值上面 就比较normal一些 变身后 特工没有 攻击是1135% 到 主动剂卡上去的话 1728% 以及 变身前所跌的攻 然后防疫行动后 就变低了 956% 到 1167% 如果是有跌攻的话 所以大家从这边 就可以知道 它变身之后 虽然说多了一个全属性格 但防疫力会下降 那么数值方面 大家也是可以看一下 跟我们的新布罗利做连接 可以达到65%的加攻 跟5%的防疫力提升 这边的话 就不计算狂战士的那个连结啦 因为血量50% 才可以连得上 然后再来就是辅助 我们也不算上去 什么样子 在最初期的时候 老实说这一张大布拉 它的火力真的没得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一开始就有三连必杀的可能性 配上潜能解放 那么 在没有特攻 我们 彩星状态也是可以敲到4000多万 假设有连击必杀的话 那么如果有特攻 就接近5000万了 这个火力拉伸是还蛮夸张的 防疫力方面的话 就 怎么说呢 嗯 不算太足够啦 106万在行动之后 就 属于中规中矩 可以扛一些比较normal的普攻 但是那种短期战太太强的普攻的话 会扛不住 呃 假设就我们目前短期战来讲最难的啦 就是那一个宇宙生存片的蓝曲 体蓝双人 就 圣兰达的关卡 他初始阶段是普攻77万 行动 开了必杀之后啦 他会变到100出万的那个普攻 然后 因为超系集系浮阵 他的普攻打在布罗利身上 是有115万的 也就是说 这个106万 然后 是连普攻都扛不住啦 假设 没有其他的辅助的状态下 这一点倒是 还蛮 嗯 压悲的 不过 因为他的火力够大的关系啦 所以 可能可以用这边来做弥补 就是一轮过把敌人给干掉 这样子 嗯 那么在这边 传操布罗利的状态变身之后 我们假设啦 还有跌过两次操地上 就是在第一回合登场 第三回合再登场 这样子 没有特攻的状态 可以打到8000万的火力 只要高确力跟超高确力 都顺顺的触发的话 嗯 那么 至少啦 只要有触发其中一个啦 火力破5000万 是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 有特攻的情况下 这边 又可以再追加多2000万的火力上来啦 这个是 还蛮狂的 这个有特攻跟没有特攻的差距 相当的大啦 嗯 但是重点的是防异力这方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呃 在一边状态下 敌人一体的情况下 最大四连必杀啦 那边这边我只是计算它被动上可能性的 就是 超必杀过后 是73.5万嘛 然后连了一次必杀88.3万 又再连多一次必杀103万 但是这个103万 不是讲很容易的触发 那么可以再连多一次的话 可以去到120 这么个上下的防御力 但真的不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扛伤能力方面 呃 在 超必杀过后 获得全属性感动 那么 行动后 假设真的是水小 我们没有连到必杀的状态 就56.9万 这个是 for 没有 呃 怎么说 就是没开路的朋友 56.9万 有开路的话可以去到73.5万 这个是机子罢了啦 没有增加 算辅助啊 或者supporter memory啊 或者灵异之类的 150万的攻击 基本上都扛不住 哈哈哈 150万的攻击都扛不住 这个老实说是还蛮亚拜的 然后有连必杀的话 防御力会再上升多一点点 哎 像是这个 彩星状态可以去到88.3万 但依旧是扛不住150万 可是因为火力足够高的关系 以现在的关卡来看的话 大部分的情况在它变身之后 呃 要经过我们新大部的一轮火力冲击之后 再留这个G大部再来一次火力冲击 的状况下还能存活的角色 应该不是那么的多啦 所以这边来讲 我们还可以稍微接受 但能撑多久不好说 可是在后面啊 supporter memory 然后 领域开上去之后 这一方面会拉伸不少 可能它的扛伤力度 会再更提升一些些 老实说这个防御面上 它依旧是一张玻璃大炮啦 大炮是真的炮啦 这个是很凶 那么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最凶状态啦 再没有supporter memory 或者就是领域的最佳状态 狂战士触发的情况下 就是那个Basaka 攻击可以跟那个 新波罗利达到95% 然后再使用主动剂的那一个回合 即使是没有特攻的情况下 直接突破1亿 纯数值就可以突破1亿的那个输出啦 1亿4千万 超级压拜 那么假设有特攻的话 可以将近2亿 因为可以四连必杀的关系嘛 那么第四发的话呢 也是4000多万的输出 所以可以去到1800 1900 然后这边是可以直接突破2亿的状态啦 嗯 所以火力面上是绝对无敌的 但是防御面上就稍微让人失望一些些 当然在这么大火力的状态下 要过渡过去是没问题啦 老实说这一张比较偏向把它放在3号位 初登场在1号位 第一回合出场 那么假设想要给它多跌 那么就留在它2号位 然后在登场过后把它留在3号位 然后再在登场的时候 可能已经去到比较中段的那个环境 直接拉主动剂 然后那个回合把敌人给干掉 目前是这么想这样 这张会比较偏向需要配合道具 来使用啦 如果是有那个全体先攻的话 就是那种全体攻击来自先攻的话 基本上是扛不住 即使你开了WIS 因为现在的全体攻击来讲 大部分都是要过百万嘛 20多万的防御力 大家可以看得到 17.2万如果没有开路的话 即使是采行也才20多万 100万的普攻卡不下来 那么减掉40万 哎减掉40%也还是有60万 那么这边讲都是要承受一个30多万的打击 这个也是还蛮 压拜的事情 不过火力面上到很浪人 就是以火力来弥补我们防疫不足这一点 要么就是把敌人干爆 要么就是我们被干爆这个样式 不过只是普普通通 扛一些100万以内的伤害 它还是做得到的啦 嗯这倒是没什么问题 整体搭配下来是alright 那么这一张的潜能来讲的话 我自己啦 是比较推崇主 彗星 副联机 因为毕竟它的长处就是在 火力上面 然后它自身的被动是没有火力提供 然后反正联机都有两段式了嘛 那么差不多像我这样子 15年24彗星有达成的状态 其实就算是alright的 就是彗星把它推高 我们把敌人快速给解决掉 那是最好的状态啦 嗯 可能我后面如果再改的话 11连击之类的 或者就9连击之类的 再加上30点的彗星 那么它的彗星空机会更快 这边就在后续再考虑 因为这个状态算是蛮平衡的 算是alright啦 嗯 慢慢就是这么个样子啦 这一张也不能说到绝对的失望 因为毕竟火力面上带来的东西是很多 依照我们现在的关卡啦 至少就是打 比如说像物防这一类的 就我们只要打得够快 敌人死得够快的话 是还蛮可以的啦 嗯 重火力啦 重火力输出 以快打过去这样子 以布罗利的Team来讲的话 这一点是可以成立的啦 嗯 好啦 暂时就这样子 之后就等着实际来尝试用一用吧 我们这一张超狂的那个GW 至少火力面上是什么样子 因为刚才看到数值嘛 随便就要过2亿了 白值就要过2亿了 好啦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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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